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营如今呢 驰骋在农行的金融从业者 尽管脱下了军装 但是因为心中始终如一的军人荣耀感 让他们在新的领域当中又呈现出了不同的生命色彩 肖潜瑜是进入农行工作十多年的老兵 无论走到哪里 经历什么样的岗位变换 军营始终都是他内心的牵挂 他说 绿色是他生命中永远闪亮的色彩 我叫肖潜瑜 一九七八年出生 现在是中国农业银行 重庆市九龙坡南方花园支行的行长 重庆南边路的钟楼广场 是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地 十四年前 肖潜瑜退伍后 这是他回到重庆后经常要去的地方 交汇的江水就像他并不平静的内心 是昔日军营生活与未知新旅程的交织 两江水成为他那时疏离回忆的见证 一九九六年 肖潜瑜参军入伍 成为成都军区坦克旅的一名通行兵 一九九九年退伍后 肖潜瑜进入中国农业银行工作 那一年他二十一岁 肖潜瑜的军营生活尽管只有短短的三年 可是对于他来说 那是一段生命中难忘的历程 离开部队作为金融从业者 他想的最多的是 怎样继续护于曾经摸爬滚打的绿色阵地 毕竟当兵三连和战友们都非常有感情的 对这个军力生涯也相当有感情 我经常会上门主动和他们进行一些交流 也让自己保持着一个军人的作风 肖潜瑜的每次部队之行 他都会把战士们的需求记录下来 然后仔细地做方案 对肖潜瑜来说 为战士们提供服务 就是他军力生涯的另一种延续 战士们的需求就是肖潜瑜的工作方向 重庆成为他退伍后人生的另一个战场 进入农航14年 也获得很多荣誉 但是我还是将我原来在部队上用过的军徽 和军用水服和他们放在一起 因为这些荣誉的取得都离不开 从一名通信兵到综合桂园 从彷徨的年轻人到独当一面的金融骨感 肖潜瑜用心中难以退去的绿色情节 书写了他又一段的人生历程 14年后的两江水或许对别人来说 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在肖潜瑜的心中 那是一鼓鼓催他向前的绿色原动力 把平凡的事做成不平凡的事业 如果说绿色是肖潜瑜退伍之后 在农航新领域里的标志色彩 那么对布铜梁来说 红色则是他生命的符号 布铜梁这位曾经驰骋沙场的一等功臣 如今在金融系统已经默默工作了近30个年头 在他的人生历程里 红色不是当年的浴血奋战 而是一种绝不言败的火热力量 如果不是十分熟悉布铜梁的人 很难想到 他曾是一位在战场上 为营救战友失去足腿的一等功臣 甚至一些与他工作多年的同事也不知道这个秘密 工作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面带笑容的布铜梁 而在他的库管里 遮挡住的则是一段很少会提及的往事 1983年布铜梁残军入伍 两年后他参加自卫反击战 走上了战场 在一次运送伤员的路上 他不幸触雷 那一年他21岁 那时对布铜梁来说 他失去的不仅是左腿 还有对未来的意志与信心 最绝望的时候 是一句句朴素的安慰 把他从低谷中拉了出来 红色可以是血雨腥风的沙场记忆 也可以是意气风发的火热动力 布铜梁选择了后者 1986年 布铜梁退伍后 进入中国农业银行持平之行工作 他坚持不做一个废人 而是在安宁的生活里 给自己拼出一番火热的天下 为了更好的服务开火热 我们农场是搞一个微小战利服务 每一天正常业务 办一百五六百业务的话 就起来二三百次 对布铜梁来说 每一次战利服务 都要承受着甲质与肉体的摩擦之痛 曾经很多次 引导主动提出 把他调到相对舒适的工作岗位 不通粮都谢绝了 对他来说 接受照顾就是承认自己的退缩 而他要用意志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你这是可以弄的 你都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直到今天 布铜梁仍然在适应着甲质 给他带来的种种不习惯 那段战场上的经历 留给他的不是疼痛与残疾 而是力量与勇气 从自卫反击站的一等功臣 到银行综合贵院 今年已经是布铜梁在农行工作的 第28个年头了 一个平淡普通的岗位 一份默默无语的付出 布铜梁用坚守 为自己赢得了一枚火红的生命寻找 虽然我走得晚 但是我永不听过 从军营战士到金融领头人 他如何实现自己的蓝色梦想 从新生力量到骨干团队 他怎样打造自己的青涩希望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播出生命的色彩 布铜梁说 他对生活是充满感激的 倘若不是当初的战场经历 他或许都不知道 内心深处还有着那样一股 坚强而火热的力量 如果说布铜梁用这种力量 打造了属于自己的红色奇迹 那么傅翔则是用责任与信任 实现了自己蔚蓝色的理想 我叫傅翔 自家宁波林 今年48岁 卸任宁波农好 江东之好 党委书记 行长 古林镇是宁波市银州区的一个乡镇 从唐台开始 这里就是文明中外的草席之下 以前就是古林这一片西橡皮 就是流出来的 有这么一个一草一种 草就是个草席 这个令草 那么这个也是当地古林老百姓 生成的一只草 黄古林草席很长时间以来 都是以手工作坊生产 一条草席需要三四天的时间 才能编制出来 由于时间和人工成本太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曾经火红的草席生意 逐渐走向没落 1985年 19岁的傅祥入伍 成为了一名消防兵 1990年 傅祥告别陪伴五年的部队生活 分配到银县农业银行 他了解到银县仅存的一家草席作坊 也面临着倒闭的境况 他决定伸出援助之手 那么我们农航实际上也是 新系那个塞农这个服务 那么那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这个 信贷这个权限实际上也是很少 也是很小 这个农业这个贷款 实际上从古林这个草席 我们还是第一家这个房 那么我们那时候 感觉到 因为在没有这个抵押的情况下 没有这个抵押的情况下 是靠政府 政财政 给它代表这个情况下 我们放了这个二十五 二十万元的贷款 为黄古林草席扶去了阴霾 让他们终于看到了 属于自己的蔚蓝色天空 现在黄古林草席 已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并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这是刚刚落成的 黄古林草席私人博物馆 每天向公众免费开放 在这家博物馆里展示的 不仅是自古以来的延州区草兮文化 还有包含着爱与信任的农行请身 2008年 富翔掉入江东支航 带着心中难舍的情感 他再次回到军营 为部队管兵服务 从消防战士到金融领头人 富翔用30年的时间 为自己打拼出了一份蔚蓝色的天空 也实现了自己贵蓝色的理想 把大事做始 把小事做今 一路前行 在色彩定义里 蓝色代表着沉稳与感性 在富翔25年的农行工作历程里 他告诉我们 把能力与情感同时融入工作 那是他收获更多的关键 与富翔不同 在邢台农行负责 人力资源管理的宗月伟 他的色彩关键词呢 是青色 EPP新生力量 要想在金融领域里 成为中间力量 他要为这一枚枚青色的果实 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叫宗耀伟 贺贝刑态人 1972年生 今年42 现任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预员公司 新代分房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1987年 宗月伟入伍 成为天津武警部队 防暴支队的一名文书 1991年 宗月伟退伍后 来到农行工作 从此走入了另一片领域 这是一年前 宗月伟策划拍摄的微电影 小玉日记 那时他刚刚从青河县支行 调入形台分行 负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尽管已经有20多年的农行工作经验 但是面对新的岗位 宗月伟心里并不踏实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萌发了拍摄 微电影的念头 新鲁航的员工在进来以后 对农行的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到农行以后 他会很忐忑 他会不知道怎么办 好 你我相互监督 每天前景一路 怎么样让新鲁航员工 能更直观的了解农行 能够从农行里看出正能量 能够看出他将来职业发展 前景的规划 从这一点我就想了拍一部 反映咱们与贵远这个员工的一天的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小短片 松岳伟说 筹划威电影的过程 也是他与员工 情感交流的过程 马上就组织一支 新鲁航的大学生员工队伍 把创意一说 然后大学生们是非常非常的 也是有才能 很短的时间组织起来这种剧本 松岳伟策划的小于日记 为一枚每青色的果子 注入了成长的能量 他希望带出一支队伍 像他当年在训练场上一样 敢冲敢拼 有责任 有担当 部队培养人是个大融融 锻炼了很多人 因为银行输送了很多人 到现在 在我们的各个工作岗位上 一直还有许多许多的 有所谓的负转军人在工作着 23年的农行之路 松岳伟说 他的每一步都是踏着泥土走过来的 在那些走村窜户的日子里 农民的笑容是他陆遇津洁时最大的原动力 23年 从一名守库员到金融管理者 在松岳伟职业生涯中闪亮的 是脚下踏实的土地 还有曾经的军旅岁月 23年没走一个脚步 我觉得都是踏着部队那个一二一的脚步走 虽然是脱下了军装 我一直认为自己还是一名军人 无论在哪个岗位 永不放下心中那杆钢枪 当一天兵就要一辈子做一名好兵 在我们采访的这些面孔里 相同的是退伍不退色的军人情怀 不同的是因为各自内心的爱与责任 而呈现出的多样的生命色彩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明天节目的主人公 他的生命因见义勇为而独具色彩 期待您的关注 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我叫吕明来自山东都城 今年四十五岁 现任锦南军训谋部后勤部部长 小时候家里的墙壁上 打满了夫妻穿军装的照片 本着对军营的向往 高中毕业后 我选择了报名参军 1991年9月我可上了济南陆军学院 并在毕业后成为了军区林卫营 一名军官 别人都说我太过严肃 甚至还未辞弃过意见 其实我可能是谦生就不太会笑 从2025年来 我一直对自己这样的要求 一正做好自己岗位上的每一件事 2010年4月任限制以来 后勤部先后被军区评为 军车驾驶文化建设 全区娱乐工作正文化建设 阳光理财等先进单位 2014年11月14日 我敲入小青河 救起了一名落水青年 直到现在 我仍然记着 那些河水有多么冰冷 而群中的关怀 有多么温暖 事后有人问我 你水性并不好 为什么还敢往下跳 我只想说 作为一名军人 看到群人有难 我就不能袖手旁观 因为 救百姓于危难 是流淌在每一名军人学历的 指责和本色 作为一名军人 那些作为一名军人 就会拒否 我怎么办 留意